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没有升 第二个收入是跌的 看你算不算汇率的影响 不算是跌13% 算是跌11% 不算汇率的影响 跌11% 但有什么好呢 你要想一样东西 虽然是收入跌 但百升 中国是做什么呢 他是做披萨克等德基 你要想回第二季内地受的疫情影响很严重 你再看他在感叉的情况下 他都会维持到一个经营利润 所以为什么那个市场 其实觉得他也做得不错 这是一个这样的原因 他那个餐厅的利润率当然要跌 但是也是维持到一个双位数的利润在这里 反映到他的经营状况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而他上半年其实是和季内的开设不是很多 因为你的疫情影响 但是他也维持着 其实今年的展望 他也是想着开1,000至1,200间店的目标 在一个很差的经营环境之下 他叫做加得到功课 而因为疫情影响 开店就净增长少一点 在第二季的时候 只有53间 但他也是维持着一个整体的目标 就是希望今年会有增长1,000间店 所以为什么这个市场 相对上对于百姓中国的业绩来说 叫做收货 和对于那个前景 都觉得仍然都有一定的憧憬 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其实现在 如果大家想去找一些叫做 业务又叫做稳稳健健 而在一些股市下跌情况之下 这个股价又好像站得稳的股份 百姓中国也是其中一只可以去看的一个公司 第一个位置 你就看着客方 这个挨着350元 这个位置 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支持 第一个的支持位置 如果有些耐性的话 看看大股会否有多些调整 如果是这样的调整的话 这些公司可能都会有少少的下痕的压力在这里 都不奇怪 它公布完协职之后 可以等一等 等它有机会下来 这个升轨 挨着320多到挨着330 这些水平 再去买 那你会坐得相对上舒服一点 那你落到这个位置 如果是再穿之前的低位的话 那就最同一个支持 那就是303.2 可以这样去看着 现在挨着这些水平 去买完之后 上去看哪个位置 你看回3元左右的高位先 挨着420多元的水平 好